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們看再過四個月要選舉投票了 那行政院的團隊 現在戰鬥內閣就定位 這個內閣的改組 真的會影響到中央的執政的政績 跟民調嗎 因為實際上民調的相對低迷 是民進黨今年期中考選戰當中 非常沉重的壓力跟包袱 那民調當然也有調不準的地方 民調的數字背後也是供大家參考 不過柯文哲昨天面對民調相對 這個到了7月10號左右維持領先 柯文哲的說法是說 模擬考考第一也並不等於聯考考第一 但是民調一旦低迷選戰 究竟要如何開打 這回合戰鬥內閣 這個北台灣的鐵綠三角 賴清德 花媽跟小英 三人有所角力 那整個選舉內閣團隊就位之後 真的會影響到四個月後的選戰嗎 這場選戰背後有多少 不會人知的故事跟內幕 我們待會要好好聊一聊 今天現場要請到五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 立法委員張宏璐委員 主持人大家好 我們先看民調當然會影響到選戰跟選情 那中央執政實際上相對執政滿兩周年之後 確實有民調相對低迷的包袱 因此行政院團隊進行比較大規模 跟幅度的內閣改組 那同一時間 台北市民調其實也起起伏伏 其中起伏波動最大的是現任市長 柯文哲 確實在世大運之後 他的人氣跟民調居高不下 那三個月前的兩岸一家親的 這個道歉 乃至於電臺風波 確實跟綠營分手之後 有影響到民調的滑落 不過走到七月十號之後 馬利亞之亂之後 現傳媒跟美一島電子報 兩家媒體差不多同一時間 都公布了台北市選戰的民調之後 柯文哲維持相對領先 當然這個態面相對領先 也並不等於11月24號 一定贏得選戰的勝利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則報導 紅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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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去做工 出席國中小市政模擬體驗儀 面對小朋友的犀利問答 台北市長柯文哲兵來降到 為什麼會從一開始當醫生 然後轉航成市長 你有沒有看那個醫生市長目標 當年走錯無路才在當的 舉手投足都能讓台下笑聲不斷 柯文哲一派輕鬆 但一聽到市政相關問題 頓時嚴肅起來 有沒有想要恢復這一次的老人年金 我如果給你10億 要叫你改善台北市的老人福利系統 你覺得一人花一千五 這是最好的方法嗎 你都搖頭了 比你小學五六年級的水準 就知道搖頭了 可是我們的老百姓都不知道 柯文哲耐心解釋 不過學生們的棘手問題可不止這些 市長想選總統嗎 會不會選總統 以及二十二和二十七個百分點 汽窯寶科的趨勢似乎正逐漸發酵 一個四點鐘之亂 就讓我們台北市民付出一百二十一成本 這樣子的市長 還會有這麼高的民調 你相信嗎 隨著選舉逼近 柯文哲能否順利連任 除了小朋友的腔辣問題 就看面對接種而治的難關 柯文哲能不能見招拆招 記者臺北綜合報導 剛剛看到的是台北市長兩位參選人 回應了最近的新聞議題 這個柯文哲回應民調的意思是說 模擬考考第一 也並不表示聯考會拿第一 那丁守中的說法是四點鐘之亂 這個傷害了市民市政的權力 可是到目前為止的攻防 包含了信傳媒跟美麗島電子報 追蹤最新的民調數字 柯文哲的民調又反彈 那維持在小福領先的狀態 丁守中現在問題是他用老打法 在面對新科技 特別是網路的科技 那這個你沒有辦法捉摸的柯文哲 他已經在一個多月以前的跌到三十幾趴 而且是狂跌十五趴 現在他又起死回生了 丁守中他還沒有發現 他很可能會落選 這是最大的問題 我再跟大家講一次 現在最大的問題 不在於柯文哲 他有多麼網紅 多麼的有人氣 現在最大的問題在於姚文哲 是無法突破他的這個作困酬成 姚文哲是酬啦 丁守中就是做 他就是呢 作者用他以前這二十幾年來 在臺北市的老戰法 其實他的這樣的戰法 也也兩次失敗 他在他他用這種傳統的 就是反正只要是他的對手 他就是批評他 剛剛看到 其實我們簡單講 現在只要是柯文哲做事情 丁守中就是批評 他覺得說反正我是他的對手 所以我就要跟他做對照組 所以他四點之亂 那他就批評 第二天柯文哲上班他就說我應該放假 他完全正在柯文哲對 對相面的對 但他沒有發現 年輕人跟臺北市 特別是關姐所講到的知識欄 跟這個所謂的經濟欄 淺欄 他們對柯文哲的看法 跟丁守中其實並不一樣 柯文哲並沒有發現 他們認為說 當你四點之亂 是為了配合基隆 現在剛才穿出來 因為基隆海邊 那個時候下午四點 基隆先問說 是不是大家可以一起放 他配合了以後 發生了大塞車 他是立刻在當天晚上九點多的道歉 道歉完之後 在十點還做出明天要上班的 這種所謂逆鄰 就是跟大家都不一樣的決定 那結果大家發現他是對的 那知識欄跟經濟欄 還有淺欄 特別是經濟欄 就是說臺北市這種天氣 就是應該上班 那你要是放假才是錯的 結果 地中跳出來跟大家去打對臺 反正只要是柯文哲 我都不要 我跟大家講 丁守中他的最大的問題 我剛剛講 第一個是他不知道說 他已經可能要輸掉了 第二個就是他完全用舊的打法 在打柯文哲 所以呢 他的民調呢 就是從四十趴往下跌 他沒有往上走 這是最大問題 那為什麼丁守中 不知道他可能要輸掉 為什麼你黃偉漢知道 就是我想要理解 丁守中跟你的差異在哪裡 丁守中真的太保守 我必須這樣講 丁守中他不是什麼壞人 他也到處去詢問說 如何能夠打贏選戰 可是其實 其實我的看法很簡單 丁守中根本不需要打贏柯文哲 我甚至更殘忍一點 丁守中根本不可能打贏柯文哲 你不需要打贏柯文哲 你也不可能打贏柯文哲 但是你還是可以贏過柯文哲 那就是拉高搖文治 就像我昨天跟大家講的 司馬懿 他不需要擊敗諸葛孔明 因為他打不打這個軍事天才 他只要斷他糧草 他就必須退兵了 最後他就會死了 因為年紀在他這一邊 他比較年輕 最後孔明就會死了 孔明就會操死了 阿斗就會把孔明給弄死了 所以今天丁守中 他不用去想著 我怎麼贏過柯文哲 所以呢 逝世跟柯文哲唱反調 柯文哲說兩岸一家親 他就上電臺 這也是一個極大的政治判斷錯誤 他上的這個是國民黨的 制者不喜歡的主持人的廣播節目 然後他在上面問他說兩岸一家親的時候 他所用的臺詞是什麼 他說老共在我們臺灣選舉 從來都不是正面效應 我才不會去講兩岸一家親 他講出這些話的時候 其實站在國民黨的潛然選民 在看的時候 你跟柯文哲兩個人來看 好像跟對岸可以互動更好的 不是你是他 所以他連藍的票都留掉 他不知道 最新的民調 所以丁守中對於他怎麼留掉選票 跟支持度 跟藍寧的這一個支持者 是毫無感覺的 他不相信嘛 他不相信 因為最近其實 你看到連國民黨的 臺北市的一些立委 都已經覺得很著急 希望能夠建議他 就是我講的那個方法 就是說你不要你不要去跟柯文哲作對 因為丁守中今天 他終於開了一個記者會 宣佈他的競選總幹事 跟主任委員是張善政跟王玉銘 那這兩個人 主任委員呢 就是張善政他講的 就是我要找回年輕人的支持 你在柯文哲面前 你要怎麼找個年輕人的支持 姚文哲還0的領域了 那王玉銘呢 就是打說臺北市治安太壞 只有丁守中可以讓臺北市治安更好 好那我問大家 這兩個重要的人事發佈 張善政前院長 王玉銘新任立委 他們兩個所打的 有打到有打到要害嗎 臺北市的確 之前幾個月像華山大草原的事情 可是柯文哲 有因為這樣民調掉下來嗎 大家會覺得說 這是因為柯文哲 所以才治安很壞嗎 你沒有打到痛處 可是你又平民失分 最主要是你還不相信民調 他已經比你還高 你還不相信民調 你沒有四十趴你只有二十幾到三十趴 所以這是丁守中最大的問題 那他不懂得怎麼去把形勢 創造出一個對自己有利的形勢 我剛剛在講就是 因為他是撒喀都 所以他只需要有效的把姚文哲 給拉抬 其實其實我 我再把他講更實際一點 怎麼做很簡單 姚文哲被提名 當民進黨的提名那一天 我是正式的國民獎 的臺北市長參選人 我就正式發出邀請函 向威中 我請威中跟我一起辯論 市政 松山機場也好 什麼的所有市政 那至少我們兩個加壓一起 媒體總會來個幾下 不會說媒體都不來了 那我們兩個講的過程當中 柯文哲他反而會被我們擠壓到媒體版面 那我有效的把姚文哲拉抬 超過二十趴的時候 即使我還是沒有贏過柯文哲 但是他會因為姚文哲上來 而落選 這才叫做戰術 這才叫做戰法 那假設即便是有朝一日 他跟姚文哲 或者包含柯文哲 都同臺辯論的話 以丁守中的口條 口才或者反應 你覺得這個選擇這樣的戰略 他真的會加分嗎 現在這個狀況 剛剛在講 其實分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就是期中考期末考 現在是七月 那麼從姚文哲 圈力被提名到現在 前半年已經打完第一回合了 柯文哲贏了 因為姚文哲第一個 他上不來 我們就不要討論太多 就是又在笑他不是咖 他真的沒有辦法突破二十趴的情況之下 他就無法拉下柯文哲 你無法拉下柯文哲 基本上你就無法影響選情 所以大家對你的討論度就會越來越低 然後民進黨市議員 跟你就會越來越劃清界限 這是姚文哲的仇 就是作困仇誠 一仇莫展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柯文哲 他的網路的影響力 現在才剛要開始 我跟大家講 一日幕僚已經突破六百萬 還在網上衝的情況之下 後續還有蔡阿嘎的影片 還有很多 他在網路上面的合作案 這些東西都牢牢的抓住 年輕人 他所抓住的 其實我更害怕的還不是這一次選舉 我看到那些小學生 因為我自己小孩 就是臺北市的小學生 三個小孩 東盟國小 全部都一致就是呼籲 就是支持柯文哲 然後呢 然後就說不要姚文哲 我說你們幹嘛 他說因為姚文哲 每次都講巴西隊一講 就姚文哲是反指標 我說你們是哪裡 他都看新聞 所以我們現在國小小孩 都知道姚文哲是一個失敗者 就對了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柯文哲 他的支持者來自這些國中小 可能是因為他之前宣布 不用寫寒暑假作業 不管 反正現在臺北市的小學生 對柯文哲是那種接近神一般的崇拜 那等到他們慢慢往上漲 幾年以後有投票權 那會是一個非常恐怖的一個失利 但你要看柯文哲能不能夠 撐過這幾年 先連任這一次 然後之後的總統大選 他可能會創造一個非常 讓你難以想像的一個狀況 而我剛剛所講的 丁守中最大的問題在於 我們分析了這麼多次了 也把話講得很白了 可是呢 眾人這個接罪 我獨行 他覺得你們都錯了 我一定有四十五趴 民調都是假的 他不相信他可能輸給柯文哲 是他目前最大的問題 好 我們廣告之後 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再過四個月要選舉投票 包含行政院的團隊內閣改組 有戰鬥內閣就定位 那今年最難打最複雜的選戰是臺北市的選戰 臺北市的選戰呢 柯文哲的民調起伏波動是非常大的 他實際上民調最高峰是去年差不多 這個時候世大運 但是呢民調的低檔是兩岸一家親的拍誰 他自己說他跌了十五個百分點 然後最新美麗島電子報跟 信傳媒追蹤的民調 目前為止維持小幅領先 那當然小幅領先很有可能是一波接著 一波網路造勢跟行銷的戰略 相對上是有所獲展的 這是有關聯的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段影片 他有沒有失控 我覺得還好啦 剪出來的版本還好 還好 現場是失控的 他失控的百分比大概 學姐黃靖瑩又來啦 因為一日市長幕僚影片爆紅 就會被邀請來擔任直播節目的 特別來賓 讓粉絲湧入觀看 你知道同志是誰嗎 我不知道 所以他會笑也覺得有意思喔 所以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邰哥今天怪怪你自然 你放心鬆一點 對 你放心鬆 我OK 你今天很奇怪 你今天有點就是不自在 我跟你講看到喜歡的人 都會講 就連藝人 台志遠都因為 學姐來了好興奮 底下直播留言 網友跟著暴動 因為學姐的 一抹微笑戀愛了 走在路上 會被人家認出來這樣子 現在你會不會認出來 對啊 去買咖啡 做搭捷運 這類的都會被人家認出來 就問說 你是不是學姐 因為一日幕僚影片 累積超過六百萬人自觀看 學姐知名度瞬間升高 同事笑她說 現在叫醒她的 不是鬧鐘 而是臉書 交友邀請 這我的手機到現在還在想 但是 就是因為會有一些公事要做啦 所以交友訊息一直來 我的那個公事的訊息 就會被洗掉 所以就覺得有一點困擾這樣 大家都可以在節目中看到 其實我們有點虧待台哥 就是好像沒有讓他吃到東西 所以我們特地帶了一些東西去 也是慰勞他們 感謝他們在這支影片上 這麼多的這個辛勞跟付出 你為什麼只有關心學姐 怎麼回家 沒有關心柯玉安神 女生比較有 比較有危險 男生 男生 不要安全吧 雖然柯市長 只是比較關心學姐 不是偏心 但這位正妹幕僚 恐怕人氣 要超越老闆了 藍金發文宣 臺北採訪到 好 老包大哥 你怎麼觀察 柯文哲的民調 在最新的信傳媒 跟美麗島電子報的 這一個相關的數字 維持小幅的領先 等於有點反彈 兩家民調的格局很接近 很接近 很類似 就是我的我看法是 他幾乎是那個電台事件之前 的那個氣勢 有慢慢再回來了 所以這個這個這個格局 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們我們今天不錯 有談到另外兩個候選人 就是我們一向都只談柯文哲 那另外兩個候選人 我們會 為什麼我們會比較少談 其實是有一個原因 面貌模糊了 角色都不突出了 所以你很少有話題 可以去扯上他們 那這個這個也就是說 我常常在講的 這個鯉魚效應裡面 柯文哲就是那一隻鯉魚 那另外兩個候選人 就是沙丁魚 沙丁魚就是他比較沒有活力 所以鯉魚是非常有活力的 是相對這差距很大 那當然柯文哲就常常會 因為他是焦點人物 所以他常常也會碰到一些難題 也會出錯也會幹什麼的 但是他的那個自我修正能力 相當的高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說 可以感覺就是說 他們在面貌模糊 角色不突出的這種狀態之下 姚文哲基本上已經 像那個風神榜裡面有 捆線索已經被捆住了 他沒辦法他再掙扎就是這樣 就是越掙扎還是綁得越緊 他已經很難再往上挑了 這個格局大概就是這樣了 因為我發現因為我有看到一個 就是信傳媒他有做一個民調 這個我覺得很驚訝 就是在森綠的大同區啊 他去問他說兩岸一家親 你同意不同意 他很高啊 他同意很高啊 已經超過五成了 不同意的就兩成多了 那同意的就超過五成 所以你在森綠的地區都這樣子了 可見就是說在掌握這個社會的 這個主體價值方面啊 柯文哲是比較有優勢啦 那那個包括姚文哲 聽手中他們都是比較雀諾啦 這一點可以這樣可以看得出來 那另外就是說 市議員的部分 市議員就比較糟糕了 如果以美麗島電子報 對台北市的受訪者 問政黨的好感度 結果呢 國民黨的好感度 大幅領先這個民進黨 對就是這個問題 在前一個月跟這個月 這中間是有發生落差的 意思是說 臺北市的選民 對執政黨的不爽程度特別高 那不爽是反映在反感度 因為你很難期待 不爽的人會投票給你啊 對啊 所以民進黨在臺北市的這個 政黨的這個價值 已經低落到非常的低了 所以我是我是覺得 替他們的市議員著想 不必理會那個黨中央怎麼講 那這個民調會反映到市議員的得票嗎 一定會一定會反映的 他會 那就是原來支持你的那些選票 會亂串 會怎麼串 我們目前還不太清楚 但是會亂串 亂串就不到你的身上 這個很糟糕 就是說你原來已經崩到極致了 那你現在這些一鬆開 一掃掉一些 你可能就會落選了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市議員 不必理會黨中央的一些限制 雖然過世面 我跟你講 我落選什麼都不是 這個選舉就是民主 現在臺灣市的民主就是這樣 選票就是你差一票落選 也是落選 就是落選啦 你就成者為王 敗者為寇 所以 這還比較現實 你還理他幹什麼 你自己有票這是最重要的 那你現在他 我現在講他 柯文哲已經 已經位居了 將來一個位置的時候 以前在講什麼 臺灣價值去打他 已經沒有用了嘛 臺灣價值反而是他的是對的 你民進黨 你們講的綠色的臺灣價值 反而是不對的 那你這個時候 你要選擇去跟誰 包括什麼母雞 母雞蝦韻 你誰還有母雞蝦韻 要去跟那個 姚文哲他們 因為講的 你看他們的試驗 有些講的不太好聽啊 有講說什麼 就是小雞在抬母雞啊 而且是一隻殘廢 飛不起來的母雞 這個講得多難聽 就是他們很失望 很失落 那在這樣的一個氣氛之下 姚文哲當然不可能掙脫嘛 那所以整個格局來講 我覺得他們應該要另覓出路啦 你縱使就有違規 跟柯文哲有什麼被 被講有勾搭怎麼樣 都沒有關係啦 這很現實的啦 那老八大哥 這個效應會外溢嗎 會外溢啊 尤其新北市啊 我們就講過 新北市的這個影響是最大 新北市對柯文哲的支持 甚至於比台北市還強烈 對 所以你這個新北市這邊 我覺得啦 就是候選人也是一樣 這齁 你頭歉也會 雖然過世命 不必在理會黨中央 黨中央基本上你自己的 民進黨黨中央基本上 你們的領導 自己就已經失去方向感了 你整個的領導都已經亂套了 現在內閣改組沒有好一點嗎 內閣改組 他其實裡面還發生了一件內亂的事情 就是茶壺裡的風暴 就管碧琳事件 我在瘋傳媒看到了 那個兩三篇的報導 就講到他那個事先賴清的是找 找過管碧琳 兩波都找他 就第一次就找他 第二次又找他 但後來為什麼沒有上啊 結果他發現就是陳吉擋掉 陳吉去把這個管碧琳的人事案 硬是把他弄掉 那陳吉為什麼會把他弄掉 就是他當時他寫一個回憶錄 就是在反對 就是在報復謝系 在報復這個管碧琳 所以我一直覺得就是說 陳吉本來他這些怨氣是留在 這才高雄而已 他現在帶到總統府來 他整個把負面能量也帶到總統府來 你看陳吉一上到總統府來 有沒有發生什麼好事 沒有啦 就是第一個就是很果斷的 就是跟柯文哲就切掉了 就分手 然後接下來就是你看管碧這件事 你這個管碧這件事 我就覺得就沒有必要 就是說你陳吉你應該多帶一些正能量 你是總統府秘書長 我們已經講過 總統府秘書長是一個角色的扮演就是 你要調和鼎來 你一定要為這個總統 為你的老闆去營造更多的正能量 去營造更多的人脈關係 結果不是他都在幫他得罪人 所以這個很奇怪 我就覺得陳吉在這個時候 他有一點就是說 他的角色一定要凌駕那個 他不是說凌駕蔡英文 就一定要凌駕賴琴德有這個味道 我就感覺有點這個味道 那所以賴清德在這一波的那個改變 他好像都是被動的 因為他要了管碧零也沒有 所以我在看這樣的一個狀況 他內部其實已經不太穩定了 你的意思是說北台灣綠營的鐵三角不太穩定 很不穩定 花媽陳菊跟賴清德彼此之間的關係 那個都不順暢的 很不順暢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我就發現就是說 這當然就是因為 因為這個小英總統 他本身的這個優柔寡斷是有關係的 那而且他也相當依賴這個陳菊 我看他是有點畏懼 後面一個大派系的 讓他產生那種畏懼感 但是這樣的對一個國家領導的 人民看在眼裡 不會太舒服了 你是要帶領國家 這個國家怎麼變成 你一個小 你們自己小圈圈在那邊搞內鬥 我一直覺得就是說 尤其我跟陳菊其實也很熟 我跟他的關係是其實也是 很早以前就有相當的關係 我算是應該也算是 可以跟他講兩句話 台灣價值也儲存很早的 我這裡有一張照片 台灣價值儲存表 開副時間很早的 我自己要跟他照片儲看就知道 怎樣這是台灣價值照片嗎 這是什麼時候 1991年 這是花媽陳菊 這個是 林毅雄 真的嗎他年輕的時候 對林毅雄 1991年 那個是我 那是老公分龍 我跟你講 1991年 1991 今年2018 陳菊 陳菊第一次選舉 27年前 陳菊第一次選舉 那是國代 那時候是國代選舉 那時候他是叛亂犯出來 社會聲望其實不高了 那我為什麼 所以這是國代他第一次選舉 對那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會去幫他忙 就是因為我認為這些民主運動 然後被被關被打壓的 我覺得應該還他們一些公道 所以我那時候 我當時是那個自由時報的專欄作家 所以我社會地位是比較穩定的 我去幫他站台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還幫他想了他一個外號 他一個外號用很久叫台灣局 真的喔 這是哪一個選區啊 你這個台灣局 台語黏起來 台灣局 台灣局 跟談局是不是寫真 就寫音嘛 所以我那時候幫他想這個 他用了很久 所以我現在 我今天拿這張照片 用意只是要勸陳菊 你應該胸襟要大一點 你去擋那個管媽是幹什麼 你擋他擋管媽 你就等於人家一輩子的政治生命 就等於被你這樣中斷 管媽好像滿反彈的 所以他那個共事營就缺席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補充一下 他好像小英舉行了一個共事營 那管媽就缺席了嗎 不只缺席 我補充一下 你補充了我們廣告之後 回到這邊現場 歡迎回到您帶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看的是內閣改組就定位 那這個選戰的這個戰鬥內閣 要面對的是挑戰 不過民黨內部確實也有壓力跟矛盾 就是一種怨恨 那剛剛老包大哥一講 大家才盲色頓開 原來可能 原來可能是花媽 拒絕把他擋掉的 你要注意 也有可能是小英擋掉的 對那這問題是看起來 好像是拒絕的這個可能性更高 因為他們是有過節 因為管碧琳是積極的勇於認識 為自己辯護寫著簽字文說 我多麼適合當教育部的部長 我是怎麼樣教育體系出身 我還是女博士 我是第一位 你們大家懂不懂 我以前就教書怎麼樣 他講了一堆 結果呢他已經這麼的明顯的表態 而且爭取這個位置 最後結果沒有 葉俊榮確定成為拔管高手 一來後管碧琳就被拔掉了 所以到底是誰 那如果是花媽拒絕 我跟大家報告 你要從各個賣肉去看 昨天晚上洪路在這裡 民進黨立委有賴群組 大家都要有 像以前代記者 也要整個群組 管媽退群組了啦 黨團群組 他直接退群組 黨團群組退掉了 直接退出去啊 問我有說真的嗎 真的嗎 這是事實 等一下黨團一定黨編指揮所有成員 所以會有黨團群組 比方說黨團要假期動員 或者要為政策辯護的時候 會溝通嘛 就只限立委的立委身份的 才可以加入這個群組 才能加入群組 阿薩布魯或者助理 或者什麼都不行 沒有外人 那現在退了幾個 退了管媽之後 還有退別人嗎 沒有啦沒有啦 只有管媽一個人退掉 那管媽一個人 昨天晚上退群組 事實是如此 這是有很深的怨氣 沒有退群組 沒有退群組一定有消息外流 不然黃偉漢怎麼知道 我就剛剛去那個 他怎麼會知道 當記者不知道 黃偉漢並沒有加入那個群組 但是黃偉漢知道他退群組 現在我講完全台灣都知道了啦 大家都知道 而且新聞媒體一定會報導 重點是我是要跟大家講說 這代表管病 有時候政治人物講說 哎呀我最討厭王偉漢 可是其實晚上我要跟他吃牛排 我要幫他切 有時候講是一回事 可是當你在這樣子的私密的立法院 民進黨立委 剛講只有立委可以加入的群組 你在裡面講退開 而且他有講到為什麼 他說我跟許國勇在選區劃分法 裡面不合 他找了個理由 所以我退群組 以後我們大家就是 這個部分我就沒有辦法配合黨團 可是管媽經過一夜思考之後呢 他會不會加回來群組還有一點變化 因為剛剛關鍵講的共識營 這是管媽剛剛在臉書上貼的 一做阿嬤 對他先講說為什麼我可能不去共識營 因為我現在做阿嬤 我要換尿布 我很忙我要照顧孫女 但是呢剛剛我已經跟我的孫女請假好了 七月十五號我請公假一天 這個新內閣我給你祝福啦 我會參加共識營 所以顯然昨天晚上九點退了群組之後 有人他一定接到很多的電話 那反正不管怎麼樣 我是覺得說剛剛老包大哥講的 那是個重點就是花媽菊姐 他的對於部會的這個 不要講說指指點點 就是熱心的指教 已經超過了一個總府秘書長應該做的 他今天如果是一個民進黨黨主席 現在他是黨主席的話 我覺得無可厚非 可是因為你是總府秘書長 你已經在直接做總統跟行政院長的事情 這會引起民進黨內部的問題 好委員怎麼觀察今年選戰的混亂 那本來好後一個內閣改組 都搞到這個內亂風暴 其實我覺得沒有到說什麼內亂的風暴 我個人對這次的內閣改組 其實我還蠻相當正面的肯定 因為在之前確實有很多內閣部會的首長 不懂得說人話 都講一些這個大道理 然後開記者會或什麼的 只會越說越混亂 確實以前是有發生這些事情 但這一次的做時事的內閣 我覺得像這樣子調動之後 我覺得確實有他的亮點在 然後也符合賴清德院長 他說要做時事 要把未來的事情 好好的把它做好 然後把它上井發條做好事情 其實內閣我認為本來就需要改組了 這兩年來其實民進黨的政府 做了蠻多事情的 但是呢很多民眾不知道 連部長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 那為什麼會這樣 你要當一個部長 你不只是說 你把自己分內的事情做好之外 你要懂得替你的政策辯護 你要懂得事實的站出來 然後去宣導你的政策 但是過去這一點 我們看起來是比較少的 是沒有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內閣改組 必須就是把這些的缺點把它改掉了 我們也必須承認有之前有很多官員 是失言的情況發生 那我們希望藉著這一次的改組 把這些都改掉 那你的人民才會看得出你的政績在哪裡 那我剛剛其實 剛剛大家有講到管委員的這個事情 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我們剛剛在講說 我就說共事營也是禮拜天 那就我所瞭解管委員 沒有說不去 他會去 我覺得他是前輩 那他像我們在立法院的時候 很多事情他們也都會教著我們 要怎麼去做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前輩 然後也會帶年輕人去做什麼事情 我覺得他的個性是這樣 所以他其實對民進黨對台灣 他還有他的那個熱愛的心情在 那當然這一次我個人當然不知道是 到底是怎麼原因變成他沒有接教會部長 不過我個人其實認為他也是一個很不錯的人選 除了剛剛韋漢柯講的那一些之外 我覺得有一個問題就是大家有想說 有聽到就是說如果他現在去接教會部長的話 必須要馬上補選立委 對這個也是必須要考量的 補選也會有派系之爭 在那個公傳媒那個那一篇內幕報導裡面 這些其實都有寫就是說 就是第一次找他的時候 其實這些事後的安排都已經安排好了 就怎麼補選怎麼樣 那個選機會會怎麼樣變化什麼 都有安排了 所以那基本上已經就是 本來就不是問題了 但是我現在就是要講 不管怎麼樣不管就是說 管畢林有沒有去當教育部長 但基本上我認為 陳菊你當這個總統府秘書長 你應該多多協助小英總統 而不是替他找麻煩 你替他找來很多負能量 然後弄得這樣雞飛狗跳 我認為就不是好事了 好那我問一下委員 你有觀察到你們因為整個中央執政的包袱 跟中央相對的績效民調的下滑 使得今年選戰特別的辛苦嗎 確實我們必須要承認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確實的 因為你中央有很多的 包括年改 包括一些政策的實施 其實是相對的剝奪了很多人的權利 而且這些人的權利被剝奪的話 他一定是積極的出來捍衛他的權利 相對的我沒有被剝奪的人 我可能就不表態我就不說話 但確實在這個很多的改革之下 樹立了很多這個 趕快衝起來衝到第一線 然後去反對你執政黨的確實是有 那這些反民進黨的民調跟壓力 就很難轉換成民進黨的選票 這種壓力在北臺灣 尤其雙北當中最嚴重 我相信在雙北會有比較強烈的表現 但是整個臺灣都會受到影響 我認為整個臺灣都會受到影響 但那時候我們有討論過 你如果這些改革不做的話 那為了以後怎麼辦 那這個是不可承受之重 我們必須要這樣 其實你的 我必須這樣講分兩個層次來講 你中央的執政確實會讓 限制首長的選舉會有壓力 但是你限制首長選舉的人本身 你的條件跟你的努力度什麼的 你也要其實是最主要的原因 我們就像這個只是一個普遍的 那我就不相信這個整個普遍的之後 整個年底的選舉 民進黨的每個縣市都輸 也不可能嘛 所以你縣市長本身的條件 跟你本身的努力度也很重要 為什麼呢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剛剛大家在講台北市的 我剛剛看這個民調 我剛剛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這個也是媒體的民調 柯文哲在台北市的知名度 知名度竟然是77.3 丁守中只有63.6 姚文哲56.7 這個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如果你一個候選人 你連知名度都沒有 怎麼可能有選票 不是我根本不認識你這個人 我怎麼可能會去說你好或不好 我怎麼可能進了之後去支持你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你想想看 只有一支獨秀 只有柯文哲 他雖然是有現任的市長 他有行政的資源有優勢 他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他77.3 其實也沒有破八成 可以相對的看出來 臺北市的市民 對臺北市的這個選舉的熱度 其實還蠻低的 但是在蠻低的情況之下 一個現任市長77.3 然後丁守中你是 五屆立委 而且你也初選過臺北市的市長 國民黨也好幾次 你的知名度竟然只有六成出頭 那姚文哲 黨也提名你的造勢活動也開始了 怎麼可能沒有突破六成 如果是在一個相比較偏遠的 的一個縣市 我認為這個知名度可以慢慢的來 但是臺北市 臺北市是都會區 都會區怎麼可能說 你這樣子有媒體 然後有造勢活動有什麼 相對的國民黨跟民進黨的 人的知名度都這麼低 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跟你講 就算中央執政再好 我覺得也很困難 好我們廣告之後 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臺北市的選戰 再過四個月要開打 那這一次坑澤民調 在受傷15%之後 再度反彈 魏中議員怎麼觀察 今年顯然 民進黨的臺北市長 參選的民調 能來相對低迷 那民進黨在臺北市的 政黨的好感度跟反感度 對於地方的這個市議員的選舉 也相對不利 當然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那我覺得這個一口是吃不成胖子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現在這個民調 他會去想說 到底民進黨做錯了什麼事情 造就今天的局面 其實是一連串的 這我們自己必須承認 那我覺得從選戰的角度來看 民進黨現在可以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正確的認識現在這個格局 也就是我們很怕說 如果以民進黨還是希望能夠繼續突圍 希望能夠取得勝利 我們很怕說現在這樣子的這個格局 變成三方勢力的基本盤 最後就僵固化到年底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民進黨真的就提前出局了 可是你要怎麼樣去尋找突破呢 我現在在講 上禮拜我們來看 這個臺志願跟柯文哲拍了這支影片 他的這個創造了幾百萬的點閱率 當時我們在聊的時候 是一兩百萬而已 後來變到三百萬五百萬了 這個點閱率他的最重要的意義 不是在於他觸及了很多人 而是在於他觸及了傳統政治人物 觸碰不到的那一塊 就這些是很多對政治的效能感低落 或者是對政治不太認識 甚至有可能啊 有可能是這份民調裡面 剛剛紅綠委員所講 柯文哲自己知名度七十幾趴 那這個點閱到這支影片的 有沒有可能是在那七十幾趴以外 本來連柯文哲這種人都不認識人 這是有可能的 我當然我我同時也有點懷疑說 會不會是這個民調技術上的有一個有個誤差 因為對一個憲政市長 不用懷疑 不用懷疑 如果是這樣 因為你們是政治人物 你們自認你們知名度很高 我個人不是政治背景出身 我的朋友當中 確實有很多人是講不出姚文志名字的 再來再來 我的朋友當中 確實有人講賴清德的名字都講不完整 再來我的朋友當中 有人家裡是剪掉電視台 不准小孩看電視的 所以無從認識 所以這一類的小孩 大概頂多認識總統 就是說他可能講得出總統的名字 我在直白講 這一類的小孩 現在我知道的都念歐洲學校或者美國學校 然後這一類小孩 他英文講得比台語任正 台北市有很多這種小孩 所以政治人物 尤其是候選人要走出同溫層 那柯文哲如果真的只有七十幾趴的話 我覺得這個訊息對民進黨是優不是習 就是我舉個例子 那個跟紅綠委員 以前同個選區的民進黨的市議員 叫李婉裕 他在四年前或是更久以前 在選區的知名度叫做九成 那李婉裕為什麼紅 當然除了他很努力 琴跑基層他也是他很長 他有娛樂版 那難道柯文哲在這方面 他的整個量跟值有比 對啊 柯文哲是到了台字元這個版 才跨到娛樂版 李婉裕是有政治版跟娛樂版 兩個不同版 我認為柯文哲老早 他就已經跨出了這一步 他也跟很多網紅或是藝人有合作活動 但是如果是這樣 柯文哲現在民調出來才是七十幾趴的話 代表這個人他還有一些成長的空間 所以這個其實對對手來講是絕對不是好事 那我要這麼說就是民進黨 現在其實要做的是檢討這一系列的我們的作為 包括這一次的內閣改組其實對地方選情也會牽動到 那內閣改組當然我們換了九個部會首長 大家很希望說在剩下四個月由中央來端出牛肉 讓我們地方好跑嗎 我們去的時候至少也可以講出一些我們中央民進黨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這個當然固然是一回事 可是第二個有沒有陷入官姐剛剛講的同溫層迷思 我這兩天我有聽到人家在批評說 你們這個內閣改組雖然是有改 那就是大風吹嗎 就這個人從這裡搬到那邊 我不是在批評哪一位前輩 我是說一般民間有的人 他現在對民進黨已經沒有那麼的信任的情況下 他看事情是這樣看的 他覺得換湯不換藥 你只是從左邊搬到右邊 真的能改革嗎 甚至包括像這個葉俊榮 我們為什麼在說顧立雄他接任金管會主委的時候 帶給一些人一些期待 就是我打破金融幫 打破這些銀行的裙帶關係 法律人來看金管 所以其實有很多人在期待說 那你比如說如果說這些部會首長 你要打破過去文官壟斷 打破重演日本的官僚 你是不是找一個這種 比如說他是在立法院裡面打滾幾十年出來的 過去他就是質詢者的角度 監督者角度 所以他很清楚文官在搞什麼 不要再放任底下的人跟你用一個半套空污法 沒有老車法消滅老車的空污法 或者是這個檢任文官出來講說 用湯匙挖針奶 後來都話都套到賴清德或是蔡英文的嘴裡面了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要做的其實是這些有效的事情 我們希望這個不只是一個選舉內閣 而是真的是解決問題內閣 那讓我們地方上能夠有一些牛肉能夠出去跑 這樣子來爭取選票比較不會原木求魚 好阿宅怎麼觀察 沒有我們先從這一張民調來看 現在台北市民進黨議員面臨的危機真的很大 台北市以前藍大於綠但沒有大到這麼多 也就是你看這個對民進黨好感度 民進黨跟國民黨這好感度是可以重疊的 因為他是分開來問的問題 那你如果我們不要分區講 我們今天就整個大範圍講 整個台北市大概只有四分之一的人 對民進黨有好感度各區的議員 不管你是兩個三個或是四個要搶四分之一 而國民黨這一次算是保守提名 所以他可能兩個三個要搶百分之三十七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實際上我們在扣掉重疊的數量可能比這更少 那在這種模式之下台北市的議員選群 以民進黨來看可能真的會非常不利 尤其是這個內閣改組沒有改到大家身上 然後接下來的電價或者是電力不足 或者是空服法的議題是燒到切身 那不是像我們這樣講好的軍改年改 可能燒是你隔壁人可能燒你鄰居 你自己本身被感到的比例其實不高 我們再來細分完全說年改就年改的受害者 或者被改者就加入五十四趴也不對 軍工就要佔台灣的勞動人口的比例不到一成 台北市有稍微高一點點了不起兩成 那請問其他三成怎麼冒出來的 你不能說因為年改所以呢這個過半的台北市民 對小英的執政或者對民進黨沒有好感 或者反感 結果年改固然是其中一個原因之一 可是他不是全部的完全的原因 民進黨真的要面對不是單純是改革 你覺得有哪些原因 我覺得你第一個你的改革不夠纖細 所以造成很多你原先理想上沒有想到的衝擊 譬如說一樣嘛 2025非核家園 大家不是反對非核家園 是反對2025你為了一定要在那一年達成 導致很多的造勁很多的危機 我隨便講一件小事 臺灣海峽的風場是季風風場 而不是所謂的常識風 也就是他季風是在東美季風在冬天最強 但是我們冬天沒有電力需求啊 沒有那麼大的電力需求的時候 你應用這個來凹說我綠能可以全面接棒 慢慢慢慢這個東西會被揭穿 然後再來就是空污法的東西 本身也是好的想法 可是問題是那你有沒有想過二行程 或是老舊的車輛 或者是更高的環保標準 代表的是沒有錢換新車的人 會遇到驗車不過的狀況 這個要怎麼解決 他的法先過 然後才說各縣市首長自己決定 但今年選舉年 請問各縣市首長到底是要提不要提 如果各縣市首長跟著不提 這個問題就打回中央 打回中央就變成政黨好感度跟反感度 那這就糟糕 而且我們最後要特別強調一件事情 第一個台北市現在的市長選舉 有一種霸凌叫做民調是0 你看看姚恩志已經連續兩次 在20到29歲都拿0的時候 他以後要怎麼競選 一拿出來會被人家笑的 那丁守中還是佛系競選 最後我們要講的是民進黨現在其實不夠團結 管碧琳被放話出來 一定是有人要破他的局啊 就是我上面有老闆要找他 但我底下對找管碧琳不滿 所以我丟出新聞讓他先被萬箭穿心之後 然後選不了 那剛好側翼資源局解要自己的人 或者是誰要葉俊榮 我覺得這樣的狀況是颱風都來了 結果你看到民進黨有一些人忙於內鬥 或是忙於各自的派別 那這個颱風如果真的很大很急 民進黨會受到重創 好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們看小英跟賴清的完全執政四個月後要期中考完 綠營的這一個選戰相當的複雜 要拚政機 同一時間看得到內閣團隊進行大規模的改組 不過內閣的改組對於選情真的會有幫助嗎 以雙北的選情來講 臺北市明明是重中之重 可是呢完全執政的這個綠營的成員 現在參選人姚文治顯然是民調上相對落後 那這樣的處境是不是真的對選戰後續的發展 乃至於外溢的效應 很有可能會有衝擊跟影響 一方面中央試圖要這個降低執政的包袱 另外一方面選戰當中各有各自的攻防 那這場選戰背後有多少部分人這個故事跟內幕 我們待會好好聊一聊 今天現場要請到五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 媒體老電子報董事長吳子佳 一鵬哥好 大家好 再來是周衛航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新北市的議員李昆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來是蔡明東 蔡總 大家好 再來是阿宰朱學衡 各位大家好 我們看到選舉內閣就定位 那內閣部會其實有九大部會首長換人座 不過換人座之後部會的多數的首長 知名度能然是不夠高的 那同一時間 距離四個月要選舉投票了 那臺北市的選戰在信傳媒 跟媒島電子報追蹤的民調數字上 姚恩志仍然相對落後 呈現小三的格局 那柯文哲跟丁守中的糾纏呢 兩個月前的民調是丁守中小福領先 兩個月後最近的民調是柯文哲小福領先 這個跟四足杯的球賽一樣 其實沒有到最後開票那一天 你永遠不知道最後勝利者是誰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一則報導 一左一右張善政將擔任丁守中的競選主委 立委王玉敏則出任競選總幹事 丁守中團隊敲定準備好迎戰對手 第一槍先打柯文哲的搞笑網路戰 不能夠把網路上所謂的網紅 跟要執政當選這個市長這件事情 畫一個等號 如果真的是要拿網紅來決定說 要選誰當市長的話 那大家可以去提名館長出來選市長 我們丁守中也有風趣幽默 也曾經上國家劇院表演過國外語 也會倡語精細 我是抱著佛心來選舉 我是用地藏王菩薩的精神 希望能夠改善台北市市民的低薪跟窮忙 丁守中整軍備戰 但根據媒體最新良分民調 柯文哲支持度36.7%和38.9% 將近四成 丁守中只有不到三成 遠遠落後了9%還有11% 根據本台掌握的消息 在藍營內部的民調中 甚至有15%的國民黨支持者 肯定柯文哲施政 同樣15%的深藍選民 也因為兩岸一家親之說 支持柯文哲 來以選票有逐漸流失的趨勢 我們會一樣一樣的推出 就是說我們在這方面 也請大家放心 那加上有我們張院長加玉敏的 這個加入 有他們的加持 我相信 我們會更讓民眾了解 我們是早就準備好了 謝謝 丁守中團隊就定位 綠營姚文志也找來黨內秘書長 洪耀福助陣 台北市長柯文哲 儘管競選幹部都還沒出爐 卻老神在在 人選都不錯啊 你覺得不錯 但自己怎麼辦 不曉得 可預安 有一些小朋友 不過也還可以啦 不是說批敵啦 其實有機會我們 我想有機會我們也是一樣 可以問問張山正意見 也還好 藍綠白三位參選人競選團隊 逐漸就定位 北市年底選戰 也越來越有可看性 記者王世凱代相宜 台北採訪報導 好蔡總 選戰的攻防 就跟四足杯足球的這個攻防一樣 有得分有失分 有攻擊有防守 那現在看起來 柯文哲跟丁守中 是相對這個最有機會 取得選舉勝利的 可是兩個月前是丁守中 變成柯文哲小福領先 兩個月後變成柯文哲小福領先 丁守中的支持度是怎麼掉的 好這個比喻丁守中 就像這一次的四足賽 原本呢奪冠 附身很高的巴西 或者德國 現在已經都被淘汰掉了 那丁守中啊 一開始三足鼎立的時候 他想到我藍軍 大概就四成的選票 我只要守住這四成 然後姚文哲衝起來兩成 我大概就贏了 丁守中當時民調 在前陣子的領先 是站在這個假設的基礎 但是呢我們知道 選舉是什麼 不斷在變化 那我覺得齁 丁守中會出現問題 讓他的選情呢 沒有辦法維持一個高檔 那就走路了像巴西 稍微不勝你就被淘汰 那幾個問題 我先舉一個例子 前幾天我有一個朋友 金融界的朋友 因為金融界呢在台北市 一向幾十年的傳統 就是支持藍軍的 丁守中按照過去的模式 請這些台北市的 金融界的這個大佬 來這個聚餐 當然可能啊要一點 這個在贊助 贊助 援助上 跟市族杯一樣都需要贊助 對但是呢我這個朋友說 其實很多的金融界的這個朋友呢 當時跟丁守中講的一句話 就說你要跟年輕人呢 站在一塊 那丁守中其實年紀呢 你說多到沒有 但是我們知道他有一個 濃厚的一個包袱呢 就是學者 他沒有辦法像柯P 把身段放下來 我我我認為喔 比如說五十歲 六十歲以上的人 你假如說要跟年輕人啊 一起 不是說我們來參加一個活動 電競 那丁守中有啊 國民黨也幫他做那個 鬥牛啊 籃球的鬥牛啊 他去啊這個摸一下 我覺得這樣不行 為什麼 因為你假如沒有辦法 跟年輕人講同樣的語言的話 至少至少你要聽得懂他的語言 我覺得這個是接觸年輕人啊 我自己也在調整當中 比如說有時候我這個跟我自己的小孩 還有小孩的這個朋友 我們一起啊這個拍個照 我們那個年代的人都是這樣 就是站好 現在都要做點鬼臉 我覺得柯P啊贏在這一點就是說 他跟年輕人會打成一片 也許你很不屑 哇這個網紅這樣中風賣傻 但是我告訴你 這個就是現實 年輕人的語言 要跟年輕人在一塊 那當時呢這個 在這個裡面啊 金融界的跟丁守中 這樣的一個 這個呼籲 你沒有在這一塊的話 我告訴你 很嚴重 因為在網路上的聲量 我告訴你 五六十歲的人不會在那邊發言 誰沒事在那邊發言 都是二三十歲的啊 但是這個聲量呢 就代表網路的力量 這會不斷的傳播 就是說我們現在這個輿論 媒體的這個管道 已經跟過去不一樣 不是電視 更不是報紙 而是在網路 當然你會網路 網路就是那些年輕人 他們真的有選票嗎 但是我告訴你 他會形成一個什麼 聲勢 這好比股票 你剛開始的時候 沒有把這個價量啊 給聲勢給做起來 你後面要維持啊 一個巔峰的狀態 就很難 我覺得好 第一手中第一個大的問題 就是說 他還是沒有辦法 把他的身段放下來 你不能只有裝年輕 偶爾參加一個年輕人的活動 你就覺得你跟年輕人講 同樣的語言 但是我告訴你 你實際上還連他的語言 都聽不懂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一點 光這個地方輸柯P 根本看不到柯P的車尾燈 所以難怪你現在的這個聲勢呢 下滑 再過來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為什麼他人家想說活系的選舉 活系就是做做做做做一個地方 吃在煉火敲敲這個木魚 不是 重大的議題要表態 要表態 因為你不表態的話 大家不曉得你的態度 對不對 當然你不要擔心表態了以後 一定有得有失 對不對 兩性議題你要表態啊 颱風架這個問題 你要很堅決的表態啊 我覺得他那個攻擊力都不足 所以重大的議題 你沒有去表態的話 大家對你這個產品 有什麼認識 iPhone到底好用在哪個地方 三星的Android手機 什麼地方好用 它有什麼特別的功能 你以為大家都知道 你要出來講啊 我用這個iPhone 我照相照得很漂亮 對不對 所以丁守中這個品牌 其實原本是一個很不錯的品牌 但是你沒有針對重大的議題 來表態的時候 包括現在最新的Lag改組 你也不表態 你也不發表意見 對不對 我出來啊 我跟你講啊 顏色不對 對不對 這個要走人 財政部長許一哲 對不對 其實他財政稅收做得很好 那你要講啊 曹中有人好做官啊 現在交通部長就有風模啊 都靠一個陳菊就進來了 對不對 以後我當台北市長 我裡面不會這種 曹中有人好做官 不會發聲 我不會死馬當活馬醫 找不到人當將議部長 沒有辦法去把管的時候 找一個月進龍 我不會做這種情況 好 我也不會用發言人 是一呼當官 萬物莫迪的 欸 許國勇 欸 他這個發言人 行政發言人 做那麼 做到這樣 為這個辯護 現在可以當內衷部長 你要把這一些啊 內閣現在的大家選民最關注的 幾個重大議題的 出來要評論 出來要表態 然後呢 你要展現出來 你看我更高明 我更高明 我更高明 我有更好的一些想法 我有更好的一個選擇 好 那你都沒有講 然後只有在那個什麼 他是講說 琴跑基層 跟大家握手 但是 你能握到多少的手 對不對 握手也不見得 每一票都要投給你 你要透過媒體 透過你的這個 進選的活動 把這些重大的議題的話呢 加以評論跟表態 所以從現在的三個主要候選人的戰略跟發展 你的觀察是 柯文哲很有可能持續領先下去嗎 丁守中看他 我剛才講那些 他還是還是不想改的話 那就輸了嘛 假如他願意改變 做重大的改變 從現在每天出來 重大的議題都給你表態的話 其實他還有機會 好我們廣告之後 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看的是內閣改組 那戰鬥內閣就定位 這個可以影響到選戰嗎 周老師你怎麼觀察選戰 變化 好的我們想最近當然比較幾個比較大的 對於選情可能有衝擊 第一個颱風 不過我們已經看到這個 柯文哲可以算是已經安全下莊 現在就是誰到底要去扛那個四點的責任 還有上班這個第二天放假的相關責任 都已經不是他的事情了 所以基本上臺北市是做了一個戰場的清理 再來第二個大家考量到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這次的重新的阻隔 就是小規模的換手 那我們認為當然還是有點換湯不換藥 並沒有讓百姓突然 非常感覺很亮眼的這種 那就大風吹啦 講白一點的是某種程度的大風吹 所以原則上 他雖然可能會有一些 所謂選舉內閣的考量 他可能更有戰鬥的那種 能夠支持選戰的能力 不過也是要看在三個月後 才能看出現在這一次的改組 他的影響 所以要講到這些新聞事件 能夠對選情採用立即性影響 我是覺得很難 但是就最近的幾個民調 我們可以看到幾個事情 不如就從剛剛蔡總的 這個脈絡縮下來 從丁守中來看 其實大家這次比較會關注到的點 是發現大概有三成的 自認藍營的去改投柯文哲 那為什麼這些人會改投柯文哲呢 這是一個權利上的問題 不過從各種的那種民調夾擠 我們看出來大概是所謂比較偏向年輕 就是大概四五十歲以下 學歷較高有大學以上程度的人 比較偏向會跳到柯文哲這邊 就所謂的原來是淺藍 然後跳到柯文哲 好 那為什麼丁守中拿不到這一票呢 其實丁守中這個大家其實 我相信在座其實是在座的 也都是對他有點陌生 因為他過去一向是蠻低調 他有他自己的一個小圈圈 他有他自己的同溫層 其實丁守中是蠻看重學歷經歷的 他用的都是頂大流外 也看重那種學歷很漂亮的人 他很強調是人要出去流外 回來為國貢獻這樣子 再來是他非常強調經濟 經濟發展 他會不斷強調像他最近拼命在主打 拼命想要置入的就是這個悠遊卡 可以用來支付的 這是他的立法上的貢獻 他不斷強調這一點 好 可是他明明打的就是這一塊 卻為什麼抓不到這一塊呢 其實這又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 他甚至可以拿搖文字來對照 那我最近曾經談過另外一個滿有趣的 就是我們現在都承認29到20歲 這一塊經常被稱為天然毒世代 大概有七成八成的人 是比較有台灣主權意識的 好 七到八成的20到29歲的 年輕選民是天然毒 可是搖文字在這邊趨近於零 為什麼 搖文字賣的不就是毒嗎 他不斷地反問我就是綠我就是毒啊 我比柯文哲更毒啊 可是這一些年輕人的票呢 七到八成幾乎都是柯文哲的 為什麼呢 其實我要就是在那邊傳達一個觀念 就是其實並沒有這麼簡單 天然毒他並不是因為毒 而群聚成一個新的團塊 他們是受過一些所謂教育上的刺激 比如說有讀到大學 學到一些知識方法 所以他們思考政治是用推理的 他不是說你給我一個什麼東西 因為他不是威權時代教育嘛 威權時代的時候 大家就是反攻大陸 全部人都反攻大陸 誰敢不反攻大陸呢 可是現在年輕人 他不會理你 他說你要拿證據給我 你要拿推理的過程給我 你不能只給我一個結論 你要告訴我證據是什麼 推理的過程是什麼 然後他能不能接受過科學的檢驗 這是他們在大學教育階段 不斷灌輸他們的東西 所以他們很自然會拿這一套 來衡量一切的知識 包括政治人物講的話 所以搖文字沒辦法通過這個檢驗 丁守中他本來非常低調 可是其實最近真的如蔡總統講 他真的到處開炮 他終於發現他不能再佛下去了 他要講出一些話 可是這些話 能不能經過檢驗呢 我講白一點 柯B4點決定下課的這件事情 放假的這件事情 丁守中有批 他說柯文哲造成了 臺北市民120億的損失 120億很驚人 因為逐客第二天停班是40億 為什麼提早放假兩小時 可以造成120億 你所有的年輕人就問了 請問你數據哪來 大家都立刻去找 什麼中華民國GDP 現在年輕人誰不會 除來除去發現說 原來丁守中是把中華民國 兩個小時GDP 都全部算在柯文哲頭上 柯文哲四點放假 四點到六點 中華民國就是毫無GDP 除非是這樣的解釋 否則你丁守中 121是怎麼跑出來的呢 好拉回來我們現在談的 其實丁守中他會 在過去的日子裡 他可能會覺得說 我在立院嘛 我談國政嘛 他比較不會接受到 這麼詳實的檢驗 可是你現在下來談市政 市政是柯文哲 比較熟的這一塊 也是百姓可以去很容易找到 只是因為開放資訊 做得不錯 就是臺北市政 各方面的數據資料 都非常好抓 所以當丁守中嘗試 要去打某些點的時候 人家立刻會去抓 就像文大術事案 丁守中說我上台就地合法 你要怎麼就地合法 一定要變更土地使用分區嗎 你怎麼變更 你市長是想變就變嗎 丁守中顯然他講這種話 他就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臺北市政的基本作業 那不是你市長 市長爽怎麼樣就怎麼樣 他需要專家審議的 要慢慢地開 最後才是何可 所以這種事情就 會慢慢地在年輕人心中 去形式出來 你原來很佛的選法都算了 如果你今天跳出來 不斷地亂講話 我覺得基本上都會 對丁守中是一個大扣分 那他應該怎麼去改善呢 其實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真的把所有的資金用來 研請專家學者去擬定一套真正有說服力的 像白皮書或經濟政策 你既然是想要主打經濟選民這一塊 特別是四十到五十歲 現在是最激戰的一塊 就是柯P在跟他互相搶的 四十到五十歲 這個學歷是大學以上 甚至到博碩士 然後在社會上有所成就 小孩慢慢已經長大了 可能讀到高中 國中高中 那針對這一塊選民去設計一套政策 然後不斷的強打去行訴出 我是真的為你這些人在考量 我覺得第一 有機會拉到這些選民的票 就現在最激戰的這一塊 第二他可能去說服一些 包括像擁有網路技術 就是所謂的網紅 或是新創的業主 這個是丁守中過去有在經營的這一塊 只是大家不太知道而已 他如果能夠拉到這一些操縱新媒體 比較擅長的人的話 我覺得有機會在現在 一路潰敗的網路戰場上 稍微站穩腳步 嘗試做反擊 那他今天這個宣布 拉兩個人進他的團隊 一個是張善政 一個是王玉銘 王玉銘是國民黨部分區立委的出身 那這兩個人可以補足 他選戰的團隊的缺點嗎 我必須要講這兩位 要嘛一位是這個兒府專家 一位就是這個原來的運長 那原來上來說 還是都是屬於比較偏向執行面 就是在選戰經驗上是比較不足的 其實丁守中他因為自己覺得自己選得非常多 所以他覺得自己是選戰專家 所以他現在需要是政策專家 但實際上除了一些專門的政策專家之外 我認為他在選戰專家這一邊 那其實還需要引請更多的能力 但是這個我覺得他可能也會想到 上一次連勝文找蔡政元的這個經驗 可能會有一些不愉快的回憶 蔡政元昨天在臉書上說 台北市的選戰成定局 那蔡政元的臉書下面有一大堆留言跟討論 但是蔡政元昨天看到民調之後 他認為台北市的選戰格局已定 蔡政元現在的意見跟現場 五指甲董事長最雷同 但我蠻驚訝蔡政元的臉書這樣寫 我曾經是他的被告 終於站在一起了 我蠻驚訝在這件事情上 他跟你的意見是一致的 你怎麼觀察選戰的變化 那昨天還有一個很妙的新聞 昨天我手上這份聯合報 這是聯合報 這不是自由時報 這是再看一下這是聯合晚報 這是聯合報系的聯合晚報 晚報現在銷售量其實並不好 但是有一大篇林佳龍的這個網行 然後還有登到聯合新聞網 林佳龍說民黨如果雙北都輸的話 是骨牌效應而非中白 為什麼昨天台北市民調出來的 林佳龍的意見跟訪談就出來了 林佳龍不愧是政治學博士 他是這個耶魯的政治學博士 然後政治學的教授 民調專家 他一直立志要選中華民國未來的總統 他這個這個論述裡面 非常的正確而經典 他叫做是骨牌 骨牌而不是這個什麼 中白 好怎麼定義骨牌跟中白 骨牌跟中白是什麼意思呢 中白就是說我今天執政的 長期間執政之後 然後這個民眾對執政黨產生的厭倦以後 他會自然會傾向於要換黨做做看 這個叫做中白效應 這是第一個 他認為現在不是這個現象 就是民眾對這個 要換黨做做看這個事情 還沒有那麼大的企圖心 第一點 這是他的骨牌 骨牌就嚴重了 骨牌就非常嚴重了 骨牌是指導雙北嗎 當然不是雙北 他講的不是雙北 他講的也不是台中 台中會贏 他認為台中也不是不可能再贏20萬票 這個專訪我全部看完 很樂觀喔 台中選情這麼樂觀 他認為他不是不可能 我等一下講不樂觀的理由 先講他的骨牌是什麼東西 他的骨牌是2020的骨牌 總統的選舉會有骨牌效應 總統會敗選 要注意他的概念是這個概念 他唱衰小英啊 就是骨牌推下來之後 直接影響是全面性的潰敗 一直到2020 小英錄前的位置還是他老闆吧 老闆是一回事 這樣我們也不斷的提醒 我身為民進黨員 不斷提醒民進黨會有敗選的可能性 這個就是說 這個就是說事先的一個警告 比事後的哀悼要好很多 對不對 我們現在事先不斷的警告 不斷的警告 這還是發自於這個 這個還是發自於善心跟愛心 所以我要這樣強調 所以林教授講這個是對的 這是骨牌效應 為什麼是骨牌 他已經看到了 他也做了民調 他知道臺北市大概已經 沒指望了是不是 已經結束了 game over game over 沒有他不是講臺北 他講雙北 我知道我知道 他講雙北 他認為說 如果雙北 等一下 昆臣議員會再補充一下 在新北市的一些的情況 但我不認為說 我們民進黨新北市必敗 我不認為 我不認為 首先第二 新北市還有一波的機會 但是臺北市大概已經確定了 從昨天的民調看起來 就是說 臺北市的候選人 民進黨候選人姚文志 大概確定他的小三地位 這個不會有任何的變動 我們也看到了 現在這個LED看板上面看到的 國民黨的好感度 高於民進黨的好感度 將近十二個百分點 這表示說 民進黨的議員也非常危險 所以這就是目前臺北市的敗局 那這個彌漫 這個失敗的氣氛 如果一直彌漫全臺的情況之下 當然形成骨牌效應 這就是所謂的 失敗的這個科批的外衣效應 但也一定程度會影響到臺中市 我想這是一個大概的一個趨勢 那現在來講的話就是說 民進黨在臺北市大概 我們剛剛已經談過的已經結束了 那科批的危機在哪裡 那科批的危機還是常常講的 他的年輕支持度很高 但是年輕人的投票率很低 一個高支持度一個低投票率 會形成他的一個風險 但您剛剛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知識藍跟這個經濟藍 其實這兩個不只是藍還有綠 綠比較少啦 沒有綠也有知識率跟經濟率 綠的基礎在臺北市來講的話 一般是屬於比較底層的基礎 但是也有高層的啦 所以你看到柯文哲在這個高知識分子這一塊 的支持度第一名拿到非常多 所以空著吃了知識藍跟知識率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來看 我們來把這個所謂的政治領袖 我把它分成大概三大類來分析 一個叫做魅力型領袖 那像柯文哲就是魅力型領袖 就Christmatic Leader 他是非常有魅力的 阿扁是魅力型領袖 這個李登輝也是啦 那我們魅力比較差的就是 蔡總統魅力比較差一點 魅力型領袖這是一大類 第二大類是屬於思想跟路線型的領袖 那思想跟路線型領袖 像陳水扁搞一邊一國 然後這個馬英九搞兩岸 搞中華民國 這是路線 這是思想型的路線 那這個李登輝搞的是叫做 明統暗讀 這也是一種路線 那柯文哲搞什麼 很清楚 就兩岸一家親 但是他膽氣不夠 所以他突然跑去拍誰道歉 所以柯文哲在路線跟思想這方面 比較弱 第三種領袖是分配型領袖 隨時分配領袖 像我們這樣陳菊 在高雄 他是很懂分配 分配各種利益分配錢 那這個在柯文哲身上完全沒有 那可是這個過去這三種特質 會在因為媒體發達的情況之下 可以有效的宣傳 創造出一個造成的效果 但那今天的社交媒體 各種媒體非常發達 激進於透明化的程度 而且快速的傳遞資訊 所以任何人沒有辦法 閃躲媒體的這個 這個去爆料 或是揭露事實 所以因此在台北市的選舉當中 柯文哲剛好 他是符合了這個 所謂的最透明這個部分 跟現在媒體 跟他的人格特質 可以充分的表現 所以這個表現情況之下 他佔盡了最大的優勢 那另外提到的這在解釋另外兩個人 就丁守中 丁守中他就剛好是相反 他的身影看到沒有 他躲起來了 剛剛周老師提到的 不了解他是誰 但他不了解丁守中是誰 甚至於不知道丁守中是候選人 所以跟現在的媒體邏輯 剛好是顛倒相反的 所以按照這個邏輯推理下去的話 他必敗 那這個姚文哲來講的話 那不用提嘛 他沒有到領袖的格局 所以就是說 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這個台北市選舉選擇什麼東西 選擇人格特質 剛剛講的三種特質 好那這個領袖的選舉 為什麼林佳龍說有骨牌效應 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選戰的變化 那昨天信傳媒跟美島電子報 追蹤出來 最新的台北市長的選戰的民調 同一時間內閣有比較大規模的改組 同一時間 台中市長接受了聯合晚報的專訪 那主要的論述是說 民進黨雙北若輸是骨牌效應 而非中白 而且他講的是雙北 那他認為 預測的很有可能是輸 而且他看到了骨牌效應 那剛剛梓家董事長講到 實際上大規模的選舉 尤其是市長級以上的 都要有領袖的個人 人格特質跟個人的魅力 才能夠在這個區域的 大規模選戰當中脫穎而出 所以人本身就是產品 那這裡面呢 柯文哲有一個 超過全台灣每一個政治領袖的一個特質 因為他不會說謊 白目 第二個比較接近於他的 就是賴清德 其他的人呢 都喜歡說謊 麻煩的事情在這裡 所以這是人格特質 人格特質裡面 就是柯文哲不會說謊 他白肉 阿伯不說謊 就是很簡單 但是什麼都透明 他可以認錯 他可以道歉 他也可以直接去幹一些 你不敢幹的事情 就是人格特質 那這個特質 在他身上是唯一的 是絕無僅有 所以這是他的獨特的優勢 那他靠這個人格特質 可以有五六百萬的 年輕人的點擊率等等 把自己的本性表露出來 所以這個優勢 讓他佔盡了便宜 但這個優勢情況之下 所以贊成了台灣一定程度 一定程度的 在選舉的典範效應 所以你看了很多人 不太敢花大錢去選舉了 還有一個他還有一個特質 柯文哲有一個非常大的特質 他的得失心很低 他就說我花兩千萬去抵押貸款 兩千萬花完了 輸贏無所謂 為什麼 因為他曾經當過全世界 台灣在全世界最有名的醫生 他想見過非常多的掌聲跟歡呼 所以他對權利的欲望跟野心 沒有非常強烈 所以他就說 我要想做的事我來做就好了 所以柯文哲是很簡單的人格特質 而且不會說謊 所以這整個組成來講的話 變成他一個特殊的優勢 所以我想到說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大概是沒有人能夠跟他 能夠跟他能夠 能夠競賽 那這個來講的話 就回到了 另外一點我想要說明的 就是說民進黨的反面來看 民進黨到底怎麼回事 民進黨相反的 大家看到民進黨新聞都很多耳魚我炸 很多很複雜的事情在發生 像這兩天的阻隔 就很複雜 這個複雜剛好是反面 而且這個複雜 給大家看看 我很久沒看到這種圖了 所以今天要給這個圖版面 我不是插話 我是要給大家看清楚 蘋果日報 今天 內閣改組做了好多版 這不是頭版 這是A8版 但是蘋果日報畫什麼 畫圖 來來來我們看 蘋果日報的標題叫 英橘賴是鐵三角 好這大家都知道 等一下 那賴在哪裡 賴在後面 這個版應該有個賴的相片 對啊 這蘋果日報主編的意思 但是他的標題叫做 英橘賴 其實我們這個打誰在前面 都是有重點的 英是最大權重 橘是第二權重 第三權重是賴 可是他標題叫鐵三角 他放了兩張照片 那這裡是花媽 這裡是小鷹 更妙的是下面 來來來看這個圖 這個圖十字圖 然後靠這邊叫做新系 靠這邊叫做鷹系 然後下面叫做色彩比較淡 就是說可能 沒有那麼濃厚的政治色彩 或者派系核心 上面叫做色彩很濃 就是說派系色彩很濃的 然後他把主要的內閣成員 新的成員統統的劃分出來 這個裡面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跟大家報告的 這個古今中外 有幾句古話來講 聘機師臣太阿道辭 這個亡國之兆 亡國之兆 這個母雞在開始在叫提 就把他叫醒 那個太阿保健 那個國王拿著保健 他道辭他交給別人了 這皇帝把他自己的上方保健 交給母雞 交給另外一個人去指揮 這個荒謬的一個情況 在古代叫做亡國之兆 那現在今代民主社會 大概也不是什麼大好事 那我這裡面就講到一個小的 一個小八卦 昨天一個名嘴的一個網媒 他講的一個事情就是說 花媽陳菊路賜邱泰山 路賜邱泰山 要求邱泰山擔任國安支委 邱泰山想要幹回家去當教授 不幹了 老子不幹了 辭官遠離是非 邱泰山的理由是什麼 我昨天講了嘛 就是阿扁搞他嘛 邱泰山離職就是被阿扁搞離職了嘛 邱泰山幫蔡英文擋子彈擋了兩年 最後的下場是被阿扁逼退 逼退之後 還要裝著若無其事去幹國安支委 這時候我現在要提出一句話 這叫什麼東西 這個 然後邱泰山今天講什麼話 說是花媽菊姐孤孤地 他還沒有同意 這時候我要提出一個評論 我要告訴泰山 世代夫無私交 知識分子要有風骨 快點給我離職回家當教授 然後這裡面有一個問題更嚴重的 我現在講出來一個事情 怎麼會有一個網媒 把這個菊姐在私下協調的事情透露出來 露刺邱泰山 這是幹什麼 他要突出陳菊在整個政府裡面的重要性 但我現在回到 邱泰山去幫小英去擋阿扁這個事情 擋了兩年很辛苦嘛 被罵得臭頭 然後現在還要逼他吞下來去幹國安支委 這個太殘忍了吧 這只是顯現出來陳菊的權威感而已 陳菊在這裡面有什麼角色 總統府秘書長 秘書長來講的話 是以前叫做淚臣供奉 是在管工廳裡面的廚房倉庫的事情 怎麼突然間管這個事情出來呢 所以這個曹綱大亂 這個國秘鬼大亂完全亂無章法 這種政府怎麼可能會打贏年底的選戰 所以我呼應這個林佳龍的講法 這是骨牌的另外一個大骨牌效應 然後這裡面呢 當然我這邊要補充一點 許信長主席跟我都主張特斯阿扁 我也主張特斯阿扁 只要阿扁認錯認罪 阿扁認錯認罪 這是大部分的 因為一個國家的元首被關了好幾年 差不多了啦 適當的懲罰 為什麼我們要維護到一個國家 應該有的尊嚴 跟國民應該有的團結 所以但是阿扁不認錯 所以我剛剛講 你兩天前錄影 你在對著鏡頭說 阿扁不要笑想小英大社他 但是我個人 但是你個人贊成 兩件事不一樣 所以我再把他講清楚一點 你研判小英不會特色 這是你研判 但是你個人贊成研判 阿扁還有預告7月15號 週末要開全代會 他可能會好好開開 我認為我鼓勵阿扁去參加全代會 因為他本身現在是 他是中生黨代表 本身應該去的 這個本來就是 這個蔡英文要面對的問題 你一直拖延不處理的話 就變成一個問題 你要跟陳水扁談判 陳水扁要的事情 就是一個承諾 你要跟陳水扁講清楚說 你認罪認錯 我就給你特色 然後我下個任期給你特色 我現在選舉 因為他現在給阿扁特色的話 蔡英文就倒了 連任就一定失敗 所以我們 你覺得影響有這麼大 百分之一百 中間選民跑光光 這個東西 選總統是要靠中間選民 現在蔡英文只剩下25到28 在臺北市 選總統也有全國別的地方 蔡英文滿意度也只剩下25到26左右 對不對 他的政黨滿意度也只剩25到26 只剩基本盤 所以他要打到2020要勝利的話 必須要中間選民出來 所以他現在的佈局就是 陳菊在扮演一個 不應該扮演的角色 要促動一個蔡賴沛出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壞的徵兆 蔡賴沛現在才內閣改組 你就跳到蔡賴沛 他這個佈局就是讓陳菊突出以後 會逼到賴清德 賴清德已經弱化了 弱化的賴清德就不得不接受 陳菊跟蔡英文的安排 所以因為中間選民要靠高民調 蔡英文已經沒辦法拿到高民調了 只有賴清德有 所以我講的是 骨牌是一連串的骨牌 你講的是林佳龍說的骨牌 也是一樣 他的佈局是整個鋪牌下來的鋪牌 所以他現在是內外交迫 你看到沒有 陳菊本的壓力 然後邱戴山離職 邱戴山要回家 不准回家 要維持這個總統的尊嚴 要突出陳菊的分量 他整個是一串的混亂 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時候的混亂 你在比對柯文哲的單純 當然柯文哲拿到高民調 柯文哲也挺混亂 他內閣 小內閣團隊 也走了很多人 那就跟他沒關係 他不搞這一套 他反正你們伯不會送你去走 就更簡單 走了他還把你罵一頓 他還說 簡餘宴是棄職前 他是逃兵 逃兵 那為什麼柯文哲有這種豁免 柯文哲的SOP 就是請你來幫忙 不爽的叫你滾蛋 然後把你罵一頓 大家都知道 這樣也挺無情無義的 他本來就是無情無義的人 所以他不會分配啊 他沒有分配過 你們看到有任何人在柯文哲身上搞到錢嗎 一個人都沒有啊 但是你們看到很多人在蔡英文 跟在這個政府裡面 東搞西搞事情有沒有呢 有啊 對不對 你看奇怪的一些人啊 搞了半天 陳其中 農委會應該要下台的人不見了 他現在這個類格 就是四分五列類格 我跟你講 行政院長指揮不了陳其中嘛 對不對 以後行政院長指揮不了交通部長嘛 是不是 然後呢 以後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徐國永到底聽誰的嗎 那財政部長聽誰的嘛 各有各的老闆 你看到沒有 這是個混亂的一個政府 已經形成了 等等等等等等 各有各的老闆 蘋果日報一定看到了 所以蘋果日報這一個劃分法 這個圖 你可以說他沒有百分百精準 可是他做得很用心 他把所有內閣團隊 誰是誰的人馬 誰色彩龍 誰色彩蛋 他畫清楚 所以誰是誰的老闆 在這裡就可以找老闆了 比方說 交通部長最大步嘛 對不對 他聽不聽賴清德的 當然不聽啊 交通部長 蘋果日報有說 他是局系 局系 他管多少經費 管多少預算 全瞻建設 對 然後比方說 經濟部長 沈龍金 聽何美越的 聽何美越的 他不會聽賴清德的 對 所以蘋果日報 把他歸在英系裡頭 所以這一個行政院的團隊 這四分五裂 對 院長叫賴清德 但是實際上他是各有各的老闆 這是一個很妙的處境 這個要打選戰嗎 這個叫鐵三角嗎 這個年底會贏嗎 2020會贏嗎 這個根本不符合我們說 基本管理學的道理嘛 那我再回頭問你 觀眾現在一定會說 你是賴清德派來的嗎 你怎麼幫賴清德講這個話 我是 觀眾看熱鬧 現在想說奇怪 吳子佳是不是賴清德人馬 我是陳寗官的人馬 鬼扯 你不要害我 你剛剛講的話 得罪多少大咖 然後你想要 推卸責任到我身上 我講的話經得起檢驗 你講的話你自己負責 所以我名調比較低 不像科學者一樣 好我們廣告之後 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內閣團隊昨天行政院改組了 那這一個同一時間 信傳媒跟美島電子報 追蹤最新的臺北市的民調 現在看起來 民進黨在臺北市的選戰 確實是辛苦 那這個戰鬥團隊 真的對選戰有影響嗎 那這個昆成議員怎麼觀察 這個改組 其實來的比我預想的還要快 然後可見這個選情 真的比這個預想的 還要再稍微嚴峻一點點 那所以是在現在勝立法院 在修會的時候 進行這個那個改組 不過我很難去評論說 蘋果日報的每邊 他為什麼把賴清德把它變不見了 基本上賴清德 這個蔡英文賴清德 還有這個陳菊花 三個人現在是命運共同體 就是說年底的選舉 是對於這個小英政府的期中考 那如果考不好的話 那其實陳菊 他現在當總統府秘書長 大家認為說應該是燙鉤的角色 那燙鉤的角色 是不是沒有扮演好 那這個賴清德就認為說 因為之前林權 不管是這一個學者的性格 或是說跟沒有接地氣 那所以民調一直拉不起來 那現在賴清德個人的民調 其實還維持在 我認為還維持在三四層 隔魁來講三四層 我覺得算不錯了 那所以如果說年底的選舉 選播好的話 那其實對賴清德也會有影響 所以現在的這個內閣改組 我認為之前上一波 大概都是屬於國安外交兩岸 當然屬於總統的這個職權 那現在這個改組 大概就是屬於行政院院長 他自己的職權 那當然你說換了這麼多的部會 那有沒有參考 這一個陳菊的意見 當然有 那有沒有參考蔡英文意見 當然也有 那但是最後要負責任 其實就是賴清德 因為現在改組完了 但年底之前不會再改組 等於說這個改組之後的這個內閣 就是要拚這個年底的二零一八的這個選舉 所以對這三個人來講 命運共同體非常的重要 那其實蘋果日報是做得很用心 剛剛這一個 這一個什麼陰 書 心系等等之類的 其實在內閣改組之前 大概黨內的派系的分布 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是以英系跟心系為主 那其他不管是謝系 或是說政國會 其實都有 那只是會以這個英系跟心系為主 所以其實他做這麼用心 只是反映出這個過去民進黨執政 這兩年來這個大概內部的 部會內閣部會首長 大概就是這樣的這個分布來講 那其實對我們來講 這個現在的改組 第一個選情真的比較嚴峻一點點 你要透過這個改組 讓大家覺得說部會首長 必須要去接地氣 因為蔡英文政府認為說 我做了那麼多事情啊 那政績應該也有 那為什麼 每次一個好的政績出來的時候 這個輿情的回應 好像都不是很好 那所以這些部會首長 就真的第一個要執行力 第二個要有公通能力 那第三個你必須在 蔡英文也講了 他在七月十五號 這個我們全家會開完之後 他就必須要下鄉 去講這個民進黨的這個政績 那其實講政績 但講久大家也會覺得說 你只會講 那做給我們看 那其實也有做出來 只是說這個做出來 跟民進黨這個感覺到的 這一個浮現出來 這個民調數字 有一段差距嘛 所以這段差距就是 現在新的內閣 他必須要去彌補起來的 時間也不多了 只剩下大概不到五個月的時間 所以我認為說 這個東西 必須要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這個內閣趕快要起步了 那其實大部分內閣裡面的人 也都是在部會的首長裡面 原來內閣裡面 只是換了不同的位置而已 那其實現在就是看他們的論述能力 他是跟這一個各個縣市首長的配合程度怎麼樣 因為選舉還是必須要以縣市首長的需求為主 那可能之前的這一個部會首長 我不曉得是不是跟這些我們縣市首長 在這一個麻吉的程度還不夠 那給的資源給的漂不漂亮 我覺得這都是未來內閣必須要去做的 那其實我也蠻擔心這個林佳龍講的 這個會不會從這一個中擺 變成骨牌 那你有感受到雙北的壓力嗎 雙北的確會有壓力 那可是因為雙北現在都不是民進黨執政 臺北是柯文哲 然後這個新北是朱立倫 所以他的看他的雙北 若輸的定義是怎麼樣 那如果說新北輸掉了 這大概就是讓侯友宜拿走 那要看蘇貞昌拿多少票 蘇貞昌如果是輸到十萬贏票 那的確是大輸 那對於民進黨這個二零二零的選舉 的確就很大的傷害了 但是如果說蘇貞昌只輸到五萬票以內 大概輸到兩趴左右 那我認為這個不算輸喔 我覺得這個這個不算輸 而且要看我們議員的席次怎麼樣 如果他在五趴以內 然後而且議員席次都維持住的話 那我覺得這算贏 好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蘇貞昌會不會說他要選黨主席 這剛才五趴以內 跟董事長有討論過 就是說如果這樣 看全台灣的情況 如果他衰敗猶榮 然後發現說這個選戰這樣子的話 要有人負責 可是如果說如果台北老實講 如果台北是丁守中拿 或是這個柯文哲拿 因為民進黨本來就不是在那邊執政 輸的話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調了一個直轄市 或是又調了一個彰化線 我覺得輸了這個新北之外 輸了這兩個 那就是必須要 黨主席必須要 要去負責 必須要去負責 那才會有說 這個是不是接下來 由誰要來接這個黨主席 這個這個這個討論 所以林佳龍在預告 是民黨內查狐裡的風暴 就是說這次內閣改組已經有風暴 但是真正的風暴可能發生在 十一月二十四號晚上開完票 就選完之後 那如果說是柯P贏了 那我們其他縣市也掉了 有掉 那就危險了 那表示說柯P 我們當初認為說這個柯P的這個 這個效益 易到這個外縣市去了 讓成這個其他外縣市也輸了 那可能再加上我們這個執政的 這個環境成績也不好 那這個民進黨就必須要小心 那時候才會有討論說 那是不是有所謂的黨主席 要下臺負責的這個聲音 那如果說雙北輸了 但是彰化保住了 那其他的直銷市沒有一個調 我認為沒有討論說 這個黨主席應該要下臺的這個聲音 所以變成說雙北輸了沒關係 其他的直銷市如果保住都還OK 也不是說雙北輸了沒關係 就是輸多輸少 輸多輸少這是一個 那還有柯P 丁守中 姚文治 這三個人選票的分布是怎麼樣 那如果說柯P贏了 然後姚文治第三 那當然也會 這個也會引起討論 那如果說是丁守中贏了 那柯文哲輸了 那又是另外一種情況 那所以說這個排列組合很多種 沒有辦法說 現在就是說年底就像這個 林家榮講的 一定會變成這個 從鐘擺會變成骨牌 到現在為止我覺得還不一定 阿齋怎麼看 我覺得民黨現在的狀況 是你看到臉上微微的腫起來 但你不知道是一個柱瘡 還是一個青春痘 我們剛剛看到的 也有可能是個腫瘤 我跟你講 所以麻煩麻煩在這裡 你是不是知道我的朋友 光是照個S光結節發現有兩公分 立刻內視鏡開刀下去 因為你看到這個都是額外的症狀 譬如說你看到為什麼有人對網媒放話 為什麼烏茲家董事長 揪美送 為什麼林家榮把兩個很可能會敗的東西 定義為骨牌效應 就表示黨內有勢力已經在做伏筆 那你不可以一下就出來講說不行 我要推翻蔡英文 但你可以慢慢的在接下來的三四個月裡面 這裡埋一個伏筆 那裡埋一個伏筆 這裡埋一個動盪不安 陳菊好像這個非常主導所有的這個安排 然後怒斥葉俊榮 另外放一個伏筆是 年底如果這個雙北敗了你看起來可能不是中白 不是擺過去而已 是整個骨牌會倒一片 你把這些東西在各派系裡面安插安排好之後 等到十一月投完票那就是百併齊發 一起報的時候 現在你看到的都是表面現象 表面現象你沒有辦法判斷這個到底病況有多深 病灶有沒有移轉 但如果接下來你再看到譬如說 他又這個跟那位還蠻擅長研究台語歌手的這個網站 在放消息說你今天又怎麼樣又怎麼樣 表示那一派繼續在推 那你如果看到吳子嘉董事長又覺得更不滿 他今天又咬了更多人 表示這有另外一邊勢力 然後你又看到林家董又在鋪陳 我們直接講嘛 林家董如果會出來講 他一定不是為自己他是為政國會 那政國會的派系在埋這樣子的梗的時候 你說政國會是不是對黨主席也有想法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對民黨而言真正的問題 大選只是我們到那天 我終於要把這個包擠出來 我終於要劃一刀下去了 但這整個英局賴的鐵三角你劃下去 他其實不是鐵三角 如果這麼多人對外放話 對外鋪陳的話 表示這個三角鐵不是真的狠鐵 是各自有包袱 各自有壓力 而任何一個部長出事 任何一個部長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講白了我們這樣說 為什麼要買一個伏筆說 葉俊榮被誠於斥責 就是葉俊榮如果不能解決 邱泰山 邱泰山 邱泰山為什麼被斥責 就是要買一個伏筆是 那我已經斥責過了 所以你不要再說我陳菊 為什麼不把這個陳錘特色 為什麼不去運作 我已經說了 那這個阿扁很抱歉 希望你七月十五號不要來大鬧 好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年代向前看 接下來晚上六點整 歡迎大家準時鎖定 年代Match台健康好生活 健康好生活 每週一到週五晚上六點 在年代Match台三十八台首播 我們今天要分享的是 糖尿病 是這個國人最大的國病 健保有很多資源都用在 糖尿病跟洗腎上面 到底糖尿病是怎麼產生的 怎麼控制血糖的健康 那一旦血糖過度的波動 究竟會對人體的心血管 造成什麼傷害 歡迎鎖定健康好生活 健康真的很重要 不要長腫瘤